这个底下一个题目的弟子有一位朋友刚刚往生 得习协会正举行四十九天福奇及三十七年发会 本想为王者立一个牌位 经查询后才知道协会不接纳牌位登记 虽然接待出解释可以到此地诚心念佛功德回向给王者 又说老法师曾开示只要能用真诚心齐勤 虽然没有立牌位仍可以离勤到王者到发会来参加发会 它下面有两个问题 它第一个没有立牌位是否真能离勤到王者 这个问题看你有没有诚意 你有诚意一定请到 再跟你说 如果你没有诚意 你立牌位也进不来 你家里人的时候非常草率 没有礼貌 随便给立个牌位 好像他的司机所长 家里人这个发会一天也不来参加 你是这个牌位领不领 牌位写在里头 进来护发神拒绝你也不让你进来 这个道理不难懂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们世间欢迎一个真诚的人 真正来共修的人 哪一个不欢迎呢 虚情假意 幸福气躁的 你就来 我们也不欢迎 贵神也是一样的 下个问题 他说 果正如此呢 希望接待出能为由此需要的大众讲解清楚 并知道如何其前 这个很好 这个建议可以 我们接待出给他说明 要说明 为什么不 带牌位 有牌位太多了 我们这天容纳不下 地方太小 这是一个市区 是个市区 不是一个寺庙 一般寺庙 它有风化炉 可以处理 我们这里没有 所以这个牌位太多之后 到送牌位的时候 没有地方 没有去处送 困难在这个地方 这个不是不慈悲 先了解我们现前的这个环境 我们再点灾红 条路 病囉 病 谢谢观看